有一种婆心矛盾真的 就是老公给挑出来的 我有一个来访者说 刚快孕的时候他反胃 吃不了鸡蛋 看着就恶心 他就跟他老公说 早上不要煮他的鸡蛋 他老公就跟他婆婆说 不用煮他的鸡蛋了 他看到就想吐 我还有一个来访者 他说过年回婆家 他跟婆婆小姑子 正在嘘寒问暖了 聊天吗 他老公当着他婆婆的面 就对他小姑子来了一句 哟 你俩真虚伪 你俩彼此不是看不上吗 还互相看着了 还装着这样了 就是 他说我老公说完这个话 瞬间我婆婆看我那个表情 我尴尬死了 他说我恨不得找个地方 把老公按进去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有一种婆心矛盾 就是老公给挑拨挑出来的 你对婆婆说一件 很稀松平常的小事 结果他给你把话传过去 话的味道全变了 婆婆回来的话呢 他再一传又变味了 媳妇一生气 当老公的还要说 哎 我妈不是那个意思 当媳妇的反过来 就会觉得 老公是偏谈婆婆的 那当然还有一种 情商低的男生啊 就是只传婆媳之间的坏话 好话一句不传 我们就有过这样的案例 小姑子婆婆对媳妇看不上 媳妇怎么知道呢 就是老公跟她说的 然后她就很生气 说两句 老公又跟她妈妈说了 这老公还特别自作聪明地认为 我说人家不满意的地方 你们不是才能好好改正吗 所以你碰到这种过了老子 好像又没有过老子的男生啊 这个婆媳关系 怎么可能会好起来呢 我说人家不满意的地方 感谢观看